有些什麼叫做不要亂搏呢 我覺得就是之前原本已經很貴 原本已經很貴 甚至我們都不特別看 很多人問的就是Cyber Security那些 Cyber Security 或者叫做SARS股 其實都是合得很厲害的 你見到Cloud Strike 或者甚至可能比較認識的Cloud Flare Net那些 嘩 其實看得很誇張的 這些就是我們常常都說 有些東西去到很貴 如果你還繼續追著那個momentum 就很危險就是這些情境 所以你見到那些人一走 就走到一晚可以十幾% 但是幾個月前你會覺得 這些很正經的股份 沒事 要小心 尤其是其實 如果標普500 如果以美股這麼多指數 如果標普500 這次是4450 大概還有60點左右 這個位置搜不到 我覺得就要小心 但是我自己會這樣 如果我信心上面 我自己覺得七成會搜到的 三成搜不到 就是三成是更加想不到的情況 那七成就為什麼呢 如果大家去拿個計算機看看 先幾天的標普的高位 落到剛剛我說的4450 4450就是一條大概一年的上升軌 如果水平大概是回5-6% 其實回5-6%對於標普來說 是我們自己覺得應該要有的 因為有一點點對比就是 剛才有提過 VIX抽了上來 如果我們參考一下 現在VIX的水平是30多 那有一點點像 就是美股2020年的波幅 2020年的波幅 其實標普上下波幅 通常都要大概有6%左右 就不像剛剛過去幾季 大家覺得回3-4%就沒事了 那你要預算多一點 這個就是暫時對市 你說美股的看法就是這樣